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认识很多人后发现一点,所有的恩怨都是因为人和人太好引起的,靠得太近了,就起了麻烦,然后就有恩恩怨怨呢,一个家庭中,一个单位中,乃至朋友之中,也是一样的。 好起来时,可以两人同穿一条裤子,分开后可以死都不见面。 因为彼此太好的缘故了,红衣大师在晚年时写了一首诗《君子之交》,其淡如水,直向而求之耻千,你人和人的感情淡淡的就好,这样的关系能够维持得久。 如果一直浓浓的,两人浓如蜜,就是要分开的时候,老子说的,大约事事约远远远远远远。 如果一直感情升温,一定会退温的,这是宇宙的规律,人和人适当地就要保持距离,对人且说三分话,要保持一定的距离,这个距离体现在说话上,真的要少说话,话多了都是废话。 没有任何用处的,不管是夫妻之间也好,还是家庭中也好。 适当地要保持距离,有了距离,才有感情。 以前认识一个师兄,因为彼此关系太好了,他就说你不要给我讲佛法,你可以度化得了别人,但是度化不了。 我想想也是太近了,后来他离开了,离开后我也懒得联系,所以慢慢地他就能想起我的功德。 想起我的话,慢慢地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,然后喜欢看我的空间了,也慢慢觉悟了很多。 所以发现还是保持一些距离,见过一句话,为什么佛陀旁边曾经出现了像善星比丘提婆达多一样的叛徒呢? 因为太近了,靠得太近了,看不到对。 对方的功德,观察不到对方的法身,所以他们看不到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,却看到佛陀的十四种丑态,靠得太近了,缺少了一种恭敬心,看不到对方的功德了,感情好了,往往产生贪灼心,而这种贪灼心就是将来我们恨对方的根源。 没有爱,也就是没有了恨,靠得太近了,师父真的没有办法度化他们,却常常看到了师父的缺点。 我现在常常想起传喜师父的一句话,他说,你们要远离我,看看我的开始,想想我就好了,不要去亲近我,很多人一亲近,往往看不到对方的功德。 却看到过失,这不是一种造业吗?人和人的关系真的很有趣,没有一种恭敬心,真的很难维持下去,夫妻之间也是如此的,我们讲要恩威病师,又要恩,又要有威德,这样才能维持好。 就像我恩师,他一发起提起来,观音似谁都怕他的,但是好起来也不得了,他身上就有一种磁场,所以我们一想到他,都有一种加持力,有一种恭敬心,我们能对师父产生恭敬心。 这也是师父的功德,记得万行师父讲过一句话,当你真的见到佛陀时,你连成佛的心都没有了,因为佛陀是那么的平实。 那么的普通,所以你见到了,我们觉得佛也不过如此,又如何能想着成佛呢?但是真正有功德的人也是很平实的,我们没有福报时,往往就看不到对方的功德,人和人的相处真的是一种艺术,或者是一生中很重要的学问,要学好一点真的不容易。 我觉得有点很重要,首先要抱着一种无所求的心理,不要去求对方,无欲则刚嘛,不求于对方,然后多多地为对方,做事情这样子,关系就慢慢地好了,很多人关系越搞越糟糕,是因为向对方所求的太多了,这就是造成翻脸的原因。 君子之交代如水啊,让我们平平淡淡地生活吧,不需要太多的好来好去的,同时,别人给我们任何东西,我们都要感恩,唯有感恩,关系才能持久,夫妻之间,没有感恩,两人就是讨债鬼,互相讨债,两讨债鬼在一起生活能开心吗? 人和人之间没有感恩。 互相还互相还互相报恩,或者互相还债,仅此而已,互相还完了,还完了就解脱了,所以人啊,别人对我们好一点的时候要感恩,不知道感恩,不知道报恩,缘分是很短暂的,不然对方还完了就结束了,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,都是带着一个或者几个巨大的任务来的, 任务完了他就走,人和人的缘分也是一个任务,仅此而已,如果淡淡地交往,下辈子还能很好地继续的,所以,佛说与你无缘的人,注定不是一路人等,只是空等,执着只是痛苦,求不来,勉强没有用。 所有的安排都是对你人生最好的嘉奖,原来天注定,缘去情已散,得到和失去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。 因此,你我应当珍惜每一次相逢,尊重每一次离开,把握每一份在乎,看重每一份付出,缘不用追逐,而是相惜,不用苛求,而是随意。 不是被迫,而是主动,因为相惜,才会相伴,不管你活得多么糟糕,总会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,你能遇见谁,你又可以与谁相伴,都是命中注定的安排。 有些人,不是你的执迷就可以改变的,也不是你纠缠不放就会有结果的,无缘的人,注定留下伤悲,付出再多,也不会被看见,更不会被珍惜。 原来情在,远走情灭,一切都是天意,有缘之人,跋山涉水,都会遇到,无缘之人,尽在咫尺,也会错过好的,的缘分在身,也会被理解,不对的缘分在好,都会别当一片虚无。 能活着,能遇见的人不多,能够陪伴你的人就更不多了,能珍惜的,就好好珍惜,最舒服的状态,不过是何则来,不何则散,一切随缘,所欲之人,不是每个人都是朋友,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相伴,一切都是缘,一切都是天意,得到是缘。 失去无缘,相见有缘,离别无缘,缘分只不过是一份心意,一种珍惜,要来的,就会来了,要走的也会走了,走到了尽头,注定是悲哀,走了的人,不用心存幻想,要走的人,注定留不住,不是,一人,与你无缘的人,不用心存幻念。 让你身边该走的人走,才会迎来新的人生,有的人注定不是一路人,合适的才会留下,不对的人迟早都会离开,古人有缘,有缘千里来相会,无缘对面不相识。 佛教也认为,世间所有事都因缘而起,也皆因缘而灭,在人们漫长的人生里,总是逃不开缘分两字,可以出现在你人生里的,皆为与你有缘之人。 可也有部分人,与你并无缘分,他们一般有三大特征,若你注意到这三点,最好悄无声息地远离那些人。 第一,与你无话可说的人不管是家人,好友或是爱人,生命里皆要进行沟通与交流。 即便交流得少,可一个眼神便会懂你,这样的人,一定是你人生里的有缘的人,而同你无缘的人,你们相对而作,除了尴尬,没有其他情绪,即便挖空心思希望找个合适的话题,也未必谈得下去,如果注意到这种情况,最好悄无声。 不惜地离开,第二,从不正眼看我们两人在一起,必然是逃不开谈话,与有缘之人谈话时总是非常投机,彼此间有着不少相似甚至一样的兴趣爱好,所以心无芥蒂,谈起话来也是唯唯而谈,气氛温馨和睦,与之相反,同无缘之人处在一起。 很容易发现一个细节,他们说话时几乎从不正眼看我们,说话之际眼神也是飘忽不定的,总是顾左右而言他,若是注意到同我们交流之人总是会表现出以上细节,那便需明白一个确定的事实,对方其实没,理想和我们有太多交集。 彼此间的缘分很少,最好及时止损,好聚好散,互不打扰,如此对自己对他人都好。 第三,彼此皆认为对方说的是废话,人与人之间的交际,如何说话非常要紧,在我们周围,除了有那些无话可说之人,也有一种人,能说会道,却仍旧同我们无缘之人。 这种人其实极为常见,或是你,或许是我,也有可能是他,两人相对而坐,可能其中一个说得天花乱坠,提自己的过去,或是些寻常项目的趣事,而另一人却,他听得欣慰,索然,漠不关心,甚至认为对方所言皆是一些毫无用处的废话。 人生里遇到的某些人,终究同你无缘,走不到最后,还是早点放手得好,佛有言有缘则惜缘,身处爱情里之人,若是你爱他,他也一样爱着你,那便是有缘人,一定好好珍惜千年修来之缘,真心相爱,坚持走下去,莫要因自私任性而导致遗憾收场。 失去自己的有缘人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并分享给您的朋友,我们下期再见。